丙冰 你起来举例四个沿海城市 老师 我知道 上海 珠海 海口 青海 这青海是咋回事啊 它都叫青海了 难道不沿海吗 你 天空是为蓝色 窗外有千只盒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丙冰 谁还没看历史提分攻略 再跟我喊历史不行 我就当场 当场给你甩链鸡 咱们书接上回 历史讲完 这部地理马上来了 下周咱们讲讲政治 来来来 都打起精神来 咱们最后50天争取 再实现一个新的飞跃 第一次来串门的家人们 点拨关注不亏 我发现我的出门好像就有点问题啊 历史争执的都是开卷 这地理压根就不考 存心让我高中暴毙 和我一样的家人们举个手看看 一点基础没有就罢了 这高中地理上来就是地球自转公转 差点因为地理一科 把整个文科都劝退 不过最后我高考的地理成绩 还是考到了80加 而且高考前每次模拟考试 地理选择几乎都是满分 如果你的成绩比我高 欢迎分享你的方法 如果你的地理基础像我一样 相对薄弱的话 那这期视频肯定会对你大有帮助 废话不多说 Let's go 虽然老师和家长懂说 地理是文科中的理科 但是其实咱们高中地理 咋地也跑不出文科去 要不你看看人家大学地理学的啥 地质 测绘 摇杆 人家那才是理科好吗 而且地理相较于其他的两科 对于短时间内想要提分的家人来说 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咱们就说地理选择题里面 那种文字游戏 摸了两科的选项 是不是比其他两科少多了 大题呢 更是自然地理部分占到大部分分值 要求纯死基硬背的内容 几乎可以说没有 所以说只要你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 足够细心 那地理这个科目 绝对是学起来最轻松 而且最有可能接近满分的科目 首先要强调一下 地理它的核心就在于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那些区别优势分析啊 从事布局规划呀 也都是建立在自然地理的基础之上啊 现在打开网站 随便翻一篇经验分享 只要是一提到地理 那都是让大家看地图看地图 是啊 你北斗地图那么大一本买了 那估计你也盯着看了好几次了 知识它咋就不进脑子呢 家人们听我一句劝啊 试试这个方法 咱们就先从网上搜索图片 世界地图还有中国地图 在里面选择这种黑白线稿 花几块钱打印个十几分 然后呢就自己在这个上面画图 相信我 比你盯着那几百块钱的地图色 效果也好得多 这个地图上呢 最好要有经纬线 至少要有赤道南北回归线 以及南北极圈 然后你才能在上面较为精准地画出 比如说洋流图 地形图 气候图 重点河流和海峡 以及重点国家的大致轮廓和首都的位置 如果是中国地图呢 咱们起码要标注一下 各个省的省会位置 记住啊 咱们一定要自己画 脱离课本画 画错了 直接重新来 甚至到后期 你看到一根经线和纬线的焦点 你应该判断 这个是哪个大洲的哪个位置 如果是一个特殊的焦点的话 你应该能马上反映 这个是哪个国家的哪个重要城市 它是什么地形 什么气候 东西南北各是什么环境 应该长什么植被 是什么地貌 都说了啊 能做到的扣个能 不能做到的还不赶紧去画图 真的你就盯着那地图 看个十个小时 都不如你自己画一个小时 然后啊 我们来重点聊聊这个复习顺序 很多家人一复习啊 就开始从头翻书 地理这颗啊 如果你基础不好的话 你还从头翻书 那就相当于你第一把打王者 就去跟人家姓耀的solo 你说难受不难受 地理中第一张行星地球 已经是最难的一个部分了 当时差点把我劝推的 就是这一张 永远算不明白 时差和影子强度的家人们举个手 不过一个好消息 就是这些非常难的知识点 其实跟后面的知识 关联性并不大 所以这个时候 咱们还是要学会得过且过 只要明白太阳的直射点 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运动就行了 对自己好一点 同样的时间复习其他部分 比分效果更快 那我一直觉得文科 它的独特魅力就是 你能在学习的过程中 感受到很多事情 它是互相关联的 这点在地理上面体现的是 最为明显 最为直观 比如说一个地方的气候 其实它是由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 大气运动 人类活动等 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 那反过来呢 气候它也可以影响 这个区域的地貌 以及人类活动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特别是后期复习的过程中 我们与其死 基因背一些特定的地理知识 不如去思考一下 它到底是由什么因素 综合影响而形成的 不要说我这次考试 写了欧洲西部 是温带季风气候 然后被老师判错了 直接把知道的题 搬到措底本上 然后下面写 欧洲西部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我基础知识没有季劳 所以做错了 DVB2直接完事了 这个可跟历史那种 需要直接死 因为年饭的那种知识不一样 这个是你自己了解了 欧洲西部的地形 然后知道风带和洋流的 运动情况之后 可以自己推断出来的 这个其实又跟历史的 事件影响是一样的 其实是有逻辑的 在这些之后 咱们再看咱们地理大题扣的分 里面许多都是因为 很多家人太过于依赖书上的案例 而是忽视了对题目中的案例 进行具体分析 你说说你们这不就是犯了 某些西方记者的错误了 他们了解了 北美棉花种植业的发展模式 然后就直接盲目套用在 我国新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上 你说这合适不合适吗 当然咱们家人学具体案例 只是为了提高成绩罢了 但是那些人的别有用心 不要太明显好吧 直接拉回来 咱们大题在这里 提醒大家两点 第一在分析现象的时候 要用术语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地理这个科目 并不建议大家去看纪录片 因为纪录片 它是面向大众的嘛 比如说它在描述 虎口瀑布的时候会说 顾基的水流如同天河倾泻 虎口成为天蝎 但是事实就是 你答不出流水侵蚀 四个字就没分 第二个就是发展思维 预设多角度去考虑问题 自然地理不分 不愧就是不愧 丢分了我们下次好好学就是了 可是人文地理 它总也答不全 结果一看答案就要拍大嘴 哎呀 这么简单 我当时咋没想到呢 比如说题目问 这里要修一个家具厂 问有什么有利因素 和不利因素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把自己当成老板 你想象自己计划 在这里建一个厂子 原材料 劳动力 运输 市场 甚至污染 是不是都要考虑到 不怕多写 只要你写的不是那纯离谱 不是在这无中生有 无理取闹 那一般就不会扣分 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去看题杆 或者图中 有什么关键的要素 标了哪个山脉 哪个河流 甚至是风向 人文历史 只要提到了 你就生拉硬转 一定要跟题目联系一下 把这些要素全部融进去 这样的话 基本满分就没跑了 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就到这里了 地理的复习方法 和题目技巧 你们掌握了吗 还没有到一轮复习的家人们 建议点个收藏 读两个硬币 以后你们肯定能用得到 那这里是秉币 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